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在新加坡啊 有一个文化 是我不能够理解的 是什么呢 排队文化 今天我在挪威娜商场 从一楼上到三楼的时候 哇 惊呆了 为什么 看看我身后 一杯泡泡茶 大家了解这个泡泡茶吗 不了解的朋友 给你们看看这个场面 你们就能了解了 看看有多少人排队 当我从一楼走向二楼 再从二楼走向三楼 电梯的时候 突然有一群人在排队 大家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首先大家看到的是一家 卖Old Tea Heart的店 生意相当之火爆 这个没有关系 看看排了多少人 哇 哇 我以为他们在买彩票 我还以为这周偷偷要开大奖呢 看看排多少人 哇 那么问题来了朋友们 你们大家会花一个小时时间排队买泡泡茶吗 而为什么新加坡的朋友又这么喜欢排长队去买东西呢 这一点是我非常不理解的 按道理说我今天来商场的时间是下午一点半 这个时间应该是大家都去上班的时间 怎么大家这么有空来去排队买一杯泡泡泡 这个视频是之前在Nex商场拍的 但是那天呢是total1600万彩票要开奖的日子 所以排起了长龙 我觉得大家为了买一张彩票 勃勃运气 排队也无可厚非 但是为了一杯泡泡泡我没有想明白 有知道为什么的吗 朋友们请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我们明天见拜拜